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话呀 说得那叫一个难听啊 一帮皇子们都低调地在一旁 瞧着热闹 就是想站出来帮老实说两句话的八个也权衡再三 也没出列帮着瞎掰 这没法掰扯呀 人家玉石已经说了 老实这是目无君父 有调戏康熙之嫌 八个若此时公然地站在老实一边 那不是变相地告诉大家 其实他是赞同戏耍康熙的吗 当然了 玉石的炮灰也甚是强大 连鼓足勇气的庄亲王刚站出来 才开了个头 就被灰溜溜的给轰了下去 庄亲王本想帮老实的 不想却弄巧成拙了 害得兵部的几个 原本想帮老实缓和一下气氛的唐官 都临时改变了主意 康熙可是亲眼瞧见 兵部上书在庄亲王站出来之际 这脚已经跨了半步出来了 自然了 当庄亲王被骂得灰头土脸的时候 这兵部上书又立马缩回了老远 兵部上书对老实的暗中支持 并没有引起康熙的不快 本来嘛 在老实的仗义直言下 军队改变了待遇 中下层将士的收入 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那些兵丁的响银 基本上也能每个月 按时按量地领取了 兵部自此少了许多的杂事 兵部上书出于礼尚往来 也得帮老实一二 因此 康熙反而有些不满 兵部上书 这伸出援手的意愿 过于薄弱了 庄亲王吃了憋后 满朝文武 一个个便跳出来 落井下石了 连阿零阿都站出来 大意灭亲 指责老实 连糊弄康熙都不愿意 三心二意太不像话了 原本朝堂上如此的一边倒 而且将老实重重打倒的大好局势 应该是深得康熙之欢心的 但是康熙听来听去 脸上却还是不怎么好看 乌他 老实也太 太教康熙没脸了 任凭玉使如何骂 老实就是不还口 只有吐骂都吐到老实的脸上时 老实才象征性的解释两句 但也是很虚弱无力的 说什么就是心系黄阿玛 至于自己的确以前没见过之类的话 完全没有一点营养 至于朝臣们 骂他连欺上都随便的敷衍时 老实也只是反复小声的说 自己真的是一片赤心 整个反驳 别说是气势了 连内容都乏善可陈 于是康熙便郁闷了 大臣们指责老实 连敷衍都不用心 叫这个当皇帝的爹 怎么能咽咽的下这口气啊 这要是传出去 民间还不知道怎么埋他自己呢 还想在青史上留下千古一帝的美名吗 嘿 得了吧 没准啊 成了自三皇五帝以来 最失败的皇帝爹了 想想看 自盘古开天地 皇帝的儿子 有谁敢敷衍地 欺哄自己的亲爹呀 就是那些弑君的逆子 在宫变魏城宫前 那也是恨不得将皇帝老子的话翻来覆去地给嚼烂了 免得领会错了精神 康熙可不愿意轮到自己这儿 就变成了任由老实随便欺哄了 就算事实如此 那也绝对不能认下 自己还想留着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呢 本因为老实会脸红脖子粗地奋力地辩解一番 以挽回这劣势 但瞧瞧老实在朝堂上的表演 康熙更加的气闷了 合着老实连敷衍的变白都懒得了 于是见老实一副毫无招架之力 确切地说是毫无招架之心 康熙便全然地忘了 要痛打落水狗杀一静百的决心了 果断地出手打断了大家对老实的群工 扔了几个提议 叫大家下去讨论 每个人选一个议题 写一篇至少五百字的议案交上来 连玉石也不例外 康熙施展完报复之后 顾不上去看大家由红转青 再由青转红的脸 拎了老实就回前进宫了 有两个玉石没有一点的眼力劲 游子的伸长脖子冲康熙离去的背影 抗议康熙如此草率地结束了早朝 好歹也得给老实定下个罪名啊 还有一个傻玉石 痛心疾首地骂自己的反应慢 没来得及启动弹劾老实 在广东扰官扰民的弹劾程序 一帮汤官们却没有回过味来 众人如此不留情面地对老实痛下杀手 康熙不乐意了 开始护短了 于是便暗暗地骂自己糊涂 皆羡慕地看向了庄亲王 看来这一案也只有庄亲王能随便地糊弄了 不过庄亲王的心理却一点也不轻松 康熙的心思变得太快了 这早朝一开始 明眼人谁不知道 康熙要将老实往死里整啊 可是没想到 没有一点的过度 突然就转换了心思将老实给保护起来了 嘿 真是盛心难测呀 庄亲王担心康熙一日三变 觉得自己还是与幕僚将三个议题都讨论了比较安全 免得康熙届时找茬 而前进宫里 老实见康熙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心里七上八下的 心想 我今天表现得很好啊 一枚高声 二门动手 只是反驳了几句而已 怎么黄阿玛还是要找我的茬啊 唉 看来我这回啊 的确将黄阿玛给得罪惨了 老实悄悄地四处瞧了瞧 整个前进宫除了康熙和自己 一个人都没有 自己那帮兄弟被康熙下令 远离前进宫五百米 宫里伺候的太监 也全被赶到了院门外排排站 老实的心不由地沉了下去 唉 惨了 太惨了 今天连一个缓和气氛的人都没有啊 不过老实还是决定 为了能将洪轩顺利地带走 一定要咬紧牙关 任由康熙辱骂 就是踢自己 也绝对不逃跑 当然 老实这也是想着 若康熙真的曾经想过 传位给自己 自己的这番表现 应该能多少消除一点 那该死小鱼带来的负面影响吧 老实正胡思乱想着呢 就听到康熙问道 你在吕宋那这些日子 一切可好啊 老实愣了愣 没想到 康熙找自己算账 竟然是从拉家常说起 自己的阿玛就是有水平啊 收拾人都很有策略 赶紧理了李思绪 方笑声地说道 儿子在吕宋 一切如常 老实本想说一切都好 但是又怕康熙觉得刺耳 便答了个如常两个字 而且答完之后 还觉得自己反应够快 暗暗地将自己表扬了一番 康熙盯着老师半晌 真怎么看你别的没有长进 这性子倒是磨去了不少啊 老实琢磨了一下 愤不清康熙这话是侧重批评 还是责怪 想了想 还是按表扬来理解吧 便低着头说道 儿子也该懂事了 康熙挑了挑眉 心想 这和懂事有什么关系啊 如今康熙才明了 原来既不懂事 又胡搅蛮缠 不可怕 可怕的是依旧不懂事 却已经没了棱角 康熙摸了摸额头 决定单刀直入 今儿早朝 你怎么不辩驳一番啊 老实规规矩矩地说道 儿子虽然心事好的 这事啊 的确做得不妥当 被后人制够 也是应该的 这完全不是康熙要的答案 而老实还自作聪明地 再次向康熙 坦诚了自己的错误 检讨自己 平时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到吕颂一年多了 竟然才发现 那个十分常见的鱼种 对自己 平时没有仔细观察生活 懊恼不已 康熙更晕了 俗话说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老实要不就是撞坏了脑袋 要不就是受刺激了 正发晕了 突然想到 老实对仨个 依旧是不假颜色 琢磨着 是不是将三二哥叫来 诱发一下老实的不羁基因呢 康熙赶走所有人 是有正事与老实说的 因此 也就是只是纠结了几秒 就打消了叫三二哥的念头 于是 在老实还在 叠叠不休的自我检讨时 康熙突然冷不定地问道 天地会 还是没怎么活动吗 老实忙速声地说 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闹事 只是派了几个探子出来 儿子派人悄悄地盯着呢 暂时没有打草惊蛇 康熙对老实 放长线钓大鱼的想法 比较赞赏 说道 嗯 盯紧一些 天地会的老巢 一日不出 江南一带便难有安宁啊 是 康熙又就着 打天地会的工作安排 详细地交代了老实几句 不外乎就是 要提高警惕 时时刻刻地准备着 没机会 也要创造机会 为剿灭天地会 在江南的老巢 打下坚持的基础 云云的 老实一说到正事 也来了精神 和康熙 你一言我一语地 深入交换了意见 并且充分地发表了 自己的意见 当然 也对康熙的指证 表示了虚心接受 一时间 前进宫的气氛 非常的融洽 天地会的事情告一段落 老实便想着趁机赶紧告退 不想还没开口呢 却听到康熙突兀地问道 安居岛怎么回事啊 老实的血压 陡然地升高 心给吓得砰砰地直跳 半晌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儿子心前上折子提过 怎么 真的在安居岛修宅子了 老实有些心虚 若儿子不放出话来 南洋那些富裕的汉人 就不放心搬到安居岛去 总想着往吕宋跑 吕宋那儿 杨人盯得紧 不好多占地盘 安居岛反正对外的说辞 是与朝廷无关的 杨人也不好找咱们理论 但咱们也不好直接派兵去啊 康熙不耐烦地再次地打断了 行了行了 这些镇都知道 这问的是 怎么真的在那儿修宅子了 慌嘛 那些南洋汉人也不是好糊弄的 他们一个个都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 儿子也是迫于无奈呀 康熙皱着眉头 那你也不用真材实料地 砸大量的银子啊 听说还专门从山里 打了许多的石头 气得围墙和城墙一样厚啊 老师摸了摸脑袋 这个儿子就不清楚了 都是下面的人具体在办事 儿子也没有去瞧过 想来是下面的人 以为儿子真的会在那儿住些日子 所以便费了心想讨好的 将宅子秀得坚固一些 毕竟上次天地会 差点在安居岛闹出乱子来 康熙不知道该怎么说老师才好的 骂道 没见过你这么糊涂的 老师心想 那围墙可是我特意要求的 我还打算在院子里修个炮台呢 但是能这么说吗 只好做出了惭愧状 儿子也不是完全没有过问 这儿子倒是按南边的样式修的 厅台阁楼好像都有的 听了老师的辩解 康熙哭笑不得 花了多少银子 儿子不大清楚 还没有看过账册呢 康熙觉得 就老师这败家样 这些年不仅没有欠账 反而还攒了一些家底 真是老天没眼呢 敢开完说道 如今都已经修好了 真懒得说你了 不过你收编了那么多的海盗 怎么屡送的冰箱没有增加呀 问到最后 康熙的语气瞬间的严厉了起来 眯起了眼睛盯着老师 老师给吓出了一头的冷汗 心想 自己光想着不占朝廷的便宜 却忘了自己老爹有严重的疑心病了 就这几千人 就算全成了自己的私兵 也打不回北京来呀 至于这么紧张吗 不过嘴里全忙说道 儿子如今正在缠着朝廷拨管 买洋人的大炮呢 不想让人说我天天就知道身手要钱 加之当初扫荡海盗窝点 也是得了些财物的 虽然康熙没有批准老师的军火预算 还将大炮改良工作交给了十四 但是老师却也没有放弃 隔三差五的就上折子要钱 因此这说法不仅被康熙给踩信了 而且还让康熙觉得老师就是这点难得 不贪财 当然也不忘了感慨一番 不知道老师怎么会与一身铜臭的九阿哥 臭味相投呢 因此康熙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回去上个折子 证明护部给你额外的剥歇军响 这些人虽然暂时不好受编程绿营兵 但也是只是差个名分而已 自然该由朝廷养着 再说了 这帮海盗怕得长时间负责安居岛的防御 不能短了他们的用度 朝廷不缺这点银子 告诉他们 吃朝廷俸禄就得用心的为朝廷办事 若是安居岛被洋人夺了去 朝廷绝不饶他们 康熙自愿给钱 老师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却也不好推辞 当下便拍着胸脯说道 花马放心 若是他们不好好的手倒 儿子头一个就饶不了他们 康熙满意的点点头 然后看着老师 半上才说道 年底你就该回京了吧 老师不知道 康熙是何用意 只好点点头 小声的说 是 康熙把玩了半天的班纸 说道 再在吕宋待两年吧 将天地会的老巢 给这一窝断了 老师一听 这可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啊 当即就乐得晕了头 忘了谢指龙恩了 康熙见老师没有作声 以为老师不乐意呢 你先保之士 不能不乏 否则如何服众啊 这次你回去 就叫你三级留用 再在吕宋待两年 老师只要能在吕宋 多待两年 那还管降级不降级啊 当下 中气十足地说道 儿臣 领止谢恩 谢完之后 老师的腰杆也硬了 就算康熙不同意 洪轩这次跟着回去 但还有两年的时间了 怎么也能将洪轩给弄出来 而安居岛的防御攻势 也能缓着来了 于是老师咧着嘴笑道 花马 儿子认罚 不过能不能向花马求个恩典 让洪轩这次跟儿子去旅宋 长长见识 康熙看了老师一眼 直接拒绝道 洪轩的功课不能落下 老师忙说道 花马 洪轩这小子欠揍得很 这次竟然闯下了如此的大祸 儿子想将他带到军中磨练一下 和摸摸他的性子 康熙瞪了老师一眼 洪轩的事你少操心了 还是想想明天怎么应付浴史吧 老师没了后顾之忧 这伙计自然一下子就上来了 花马 自不孝父之过 洪轩这小子闯了祸 儿子可得被戳几张骨的 再说了 等他长大了 若是惹些什么滔天大祸 儿子一家可就栽在他的手里了